人類生命的方法 科幻情節呈現宇宙黑洞的樣貌 電影中男主角跳進黑洞 尋找延續人類生命的方法 科幻情節呈現宇宙黑洞的樣貌 而真實世界中嚴怨在2019年4月 曝光全球第一張黑洞照片後 2021年又有重大突破 距離地球5500萬光年的 M87星系黑洞 偏正影像首度曝光 這一次我們的突破是 我們第一次能夠分析黑洞影像 它的偏正光性質 透露出在黑洞附近的磁場結構 那這些磁場結構有非常深刻的物理意義 因為它對黑洞周圍的環境 以及噴流如何產生 有非常透露出非常多的資訊 其實黑洞本身並不會發光 非常難以觀測 但當黑洞吞噬周邊物質時 就會噴出明亮的高能噴流 藉由偏正片觀察也驗證了 和兩年前的黑洞磁場觀測理論模擬 特徵符合 宇宙中呢大部分的星系正中央 都有超大質量黑洞 而且有很多黑洞呢 都不斷在吞噬氣體 已經造成噴流 那所以呢有了 有了我們這個M87 然後EHTH這個直接的觀測 我們就已經掌握 至少掌握到一個黑洞的實際情況 我們對於其他的黑洞 會有更深入的了解 其中由中研院吸手 來自韓國的博士蒲中浩 很好發展出的演算法 也對於深入了解 黑洞周圍磁場結構 具有極大貢獻 另外宇宙的監視器 也同步曝光 然後2018年就多了 那個格陵蘭望遠鏡 坐在電腦前 就能從夏威夷格陵蘭望遠鏡 觀測天文 也是2018年 由台灣參與建造的成果 探索黑洞更進一步 無垠的太空領域 台灣沒有缺席 發展新聞洪喜與黃佩涵 台北報導